哈啰老师 金金你好 年底有好多不同的聚会 可以请老师分享一些beauty tips吗 最重要的就是保护 那今天呢我要特别推荐你的就是 宿库的薄浮颈的系列 首先呢我们会使用精华液先来做打底 精华液可以打底 对没错 因为以往很多的保护品 我们要让它好吸收 我就会建议你用精华液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使用 国浮颈颜露来做到一个保湿的效果 直接简单的轻拍 好舒服 对 然后尤其在比如说像你的T字啊 容易出油的地方 你可以再做一个加强 那同样的在保养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精华霜 你直接简单的把它推开来 你在推的时候呢 你可以由下而上 来做一个简单的按摩的作用 可以让我们的肌肤有了紧致以及弹 在底妆的部分呢 我特别推荐精彩极润水泥粉笔 好透哦 我们在擦这一款粉饼的时候 感觉上就很像我们在擦乳液一样 在定妆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使用精彩燕泽蜜粉 我们只要少在T字部位 还有眼下 在眼妆的部分 我特别推荐你精彩立体演维盘 首先呢我们可以选择像这样的一个 粉红的颜色 轻轻的来做一个打底的效果 接下来呢 再使用咖啡色的颜色 在我们的眼泽处推开来 那在下眼瞼的地方 一样哦 你可以用这个粉红的颜色 由后往前 珍珠白的颜色呢 可以放在眼头的位置 我觉得有一点白色在前面 蛮立体的 是的 没错 这样的眼妆完成了以后 我们可以选择这一款眼线笔 特别推荐你的是葡萄籽的颜色 我们只要在睫毛的根部 由眼头到眼尾的地方 它真的是紫色的 是 我好喜欢耶 接下来最后 也就是要一个好气色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精彩 雁光夹彩 很简单的在我们的苹果肌的地方 薄薄的扫下 最后我们可以使用 雁折唇膏 用你的指腹 好 轻轻的沾 然后在上下唇的中心 慢慢的推开来 其实擦起来气色真的有变好 有变好了对不对 老师我有学起来了 是 我觉得我去Christmas Party 我一定是最亮眼的一个 我相信一定是的